就是我们的这个Counter Vision 它除了可以知道你是一个冷脸之外 甚至可以知道你的情绪啊 眉毛啊 眼睛啊 鼻子嘴巴等等 一些五官 这一些常用一些APP 我们等一下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它有讲到就是说 各位稍等我一下 因为我发现 就怎么中间有一条线 对 好 稍等我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求第一家的刷脸支付系统实体店 在杭州速食店问世 支付过程不到十秒钟 就算呢你化农妆戴假发 都能够精准辨识 点选想吃的餐点 按下刷脸支付按钮 只要对着镜头微笑就能支付成功 热腾腾的炸鸡薯条就上桌了 这是刷脸支付 第一次在线下应用的商业视点 那么把人脸识别从线上 移到线下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戴假发 化农妆甚至是男扮女妆 不论你怎么卫妆 人脸辨识系统都能一秒就识别出来 这可是全球第一家人脸辨识系统线下实体店 杭州速食店强先式营运 一推出立刻引爆话题 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用户出门 不用带手机也不用带钱包 刷脸就可以吃饭 颠覆传统的支付方式 让消费者蜂拥而至 抢着长鲜 这边讲的就是这个靠脸吃饭 他就透过这个脸来去刷卡 那以后你的脸就是这个ID 就是靠着脸吃饭 以后每一个都是靠脸吃饭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讲到这个CloudVision 他就是结合各种机器的学习 来去理解这个图片的内容 理解图片内容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这边也讲到这个图片分析当中的人物的情绪 还有这个可以利用光学智源的辨识 OCR 大家可以辨别图片当中的各种文字 那这蛮重要的 这个蛮重要的 我再讲一遍 这个蛮重要的 光学智源辨识 OK 他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知道在里面 那甚至在Google今年在5月的时候 在这个Google Eyeway大会上面 他透过这种即时影像辨识 OCR 他把它应用在这个MAP上面 那以及他的这个大型资料库 就是说我手机只要看到任何的招牌 因为他会有OCR 会搞反应层次 然后呢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家店到底是它的平等是多少 非常方便 一个APP 好 那当然在这个Google Cloud Version 这个API里面 API里面包含了可以侦测哪些东西 第一个标签 他可以知道 你这个标签标志 还有那个18禁 那之前有同学问什么叫做18禁 18禁就是18岁以上还是以下禁止 对以下禁止 不是18岁以上禁止的 OK好 那有没有18岁以上禁止 好像没有 因为之前我记得有看一个卡通 叫做Dora 如果你们有小孩子 应该知道Dora 不过现在Dora已经长大了 让我觉得是很神奇一件事情 那再来还有这个地标的侦测 那你也可以通过它 那OCR 好注意这个英文 好 好 注意这个英文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知道这个 还有脸部表现侦测 以及网路上的图片 你都可以来去做这个辨识 来那包含这个物品的侦测 那物品的侦测 第一个比如说像面包也可以侦测啦 像这个剪刀啦 或者什么都可以侦测 我们来试试看好 我们来直接做个例子好了 好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网站好 这个是他所提供的Vision的一个开发的测试的网站 我可以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好 我们把它丢上来看看好 甚至一些照片 我们看一些图片 好 比如说我现在丢一个面包 好 丢个面包上去 没有发现 他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面包 对不对 面包占了比是92%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丢一个火腿 火腿可不可以呢 来我们看 火腿可以 他知道他是食物啦 那火腿也有在这边 那蔬菜这些都可以 比如说丢一个蔬菜 蔬菜上去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有没有 他不是很soro 是不是很骄傲 是不是很生气啊 惊讶啦 等等等等 那这个什么叫做 很模糊 这个 坦白讲 这个 很模糊应该是 比较有游移了 有游移的感觉 甚至说有没有带一些头饰 等等 好 这边都可以来看 OK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甚至比如说 比如说物品也可以 有没有 他会知道他是剪刀 好 他会知道他是剪刀 对不对 好 那甚至 他也可以知道 假设说 我把星星丢进去 我们看星星丢进去 他会变人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黑猩猩哦 他很厉害哦 他不会告诉你 他的表情啦 因为我们不知道 黑猩猩这样子是表情是 这样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不太知道 所以说他就可能 不会告诉你说 他的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给他问他 才会知道 如果他打你就不高兴 而且吗 好 OK 好 那当然这个系统之前 有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把那个黑人 也把他变成黑猩猩 所以我坦白讲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bug 有没有修正 所以我找了一张欧巴马的照片 好 好 如果他变成黑猩猩 如果他变成黑猩猩就不用怪我 反正他是美国的系统 就是找美国就好了 找google就好 我放一个欧巴马的照片看一下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转的比较久一点 因为很危险 他会说查无耻人还是怎样 我不晓得 哦出来出来出来的 哦他系统改了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黑人是OK的 他只要是有人 他只要是人 他就会给你说你的这个 他的表情 也就是说 之前如果你有用Mac的同学 在Mac他可以帮我们人来分类 对不对 甚至男生女生啊 或者怎么可以来分类 那以前大家很好奇这个技术 到底怎么做的 那现在google呢 透过这一个Vusion这个API 把它变成Open Source 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做 那等下我们都有例子 实际上我们会做在这个手机上面 因为比较方便 那这个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他可以有一个这个Embedded API 他会告诉你要怎么做 甚至可以把你在 你放在Google云端的照片 他会帮你分类 非常棒的东西 非常棒 会帮你分类 所以只要丢进去 他帮你分类 非常好 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 当然美国总统 我们不要放前任 我们放这一任的 我们放这一任的看一下 你有发现 他是比较有点soro 对不对 可能找照片的关系 这冷脸的照片都可以 那当然你也可以 放小baby的也可以 小baby我们来看一下 这小baby 有没有 这小baby的照片 小baby 他也是开心 对不对 那甚至呢 你也可以 比如说动物也可以 比如说我刚刚有发现 狗这边可以 他会知道什么动物 如果这边出现animal 你就不要用它了 他会告诉你是狗 他会告诉你是狗 OK 然后是什么狗 也许后面 你去慢慢查吧 OK 因为我对狗 不是 我大概只知道图狗 因为我两个都图狗 这个到底是什么狗 可不可以有同学告诉我 及时抢答 如果有同学告诉我 这是什么狗 哇塞 马上就出来了 好 我就送他礼物 这是马尔祭司是不是 OK OK 感谢这张同学 厉害厉害厉害 很专心听 因为我对那个 我家以前只有养过土狗 那其他狗 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太make sense 感谢同学 感谢同学 俗话说 他飞行怎么样 不过这个宠物 现在也蛮重要 现在蛮重要 好 感谢感谢 那请那个 你的巨匠同 帮我那个一下 那个有答的 那个你就给他 OK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 来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甚至他也可以辨别文字 来 我们看一下 其实最好用的是 他那个辨别文字的功能 因为他非常棒 辨别文字 好 比如说我们看 辨别文字 中文可不可以变呢 我们来看 中文是可以变的 好 说变颜色之外呢 你看这个text 有没有 他会告诉你 有没有 YouTube广告跟着说 有没有 他变色出来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又有文字又有人的表情呢 可不可以呢 可以 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 有一张图 特别还抓过来 这张金城武的图 金城武 有发现金城武 还有这一大堆字 有没有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他可不可以变 他可以变 他知道金城武现在开得开心 有没有 只是说因为他的图 因为这个 这个人脸比较小 人脸比较小 所以说他大概 就是每个基督都有一颗星了 好 我只是告诉各位 他会知道他是一个人 所以金城武是不是一个人 是 对 他不是星星 不是 所以他是一个人 这是在 进入上是很重要 你看这么远 他还知道他是人 不得了 OK 那再来 比如说Texter Texter都可以 其实最重要 我们看一下这个Document 他会帮你分类 他会帮你发不同的page 有不同block 有没有 他会知道说 哪一段哪一段是什么 非常棒 所以说如果 就有张海报或什么 我就把它拍下来 拍下来之后 他这个变成字了 就说以后 如果我们要做一些PPT啦 做一些投影片 或做一些 奖章或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你透过他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非常棒的东西 然后这边他有提供Jason 好 这边他有提供Jason 然后哪一段哪一段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只要会Jason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可以把所有那个字 他这会告诉你 他的这个地方在哪里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Description 里面合起来 那就是文字 他就给你Jason 这样方便的东西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还有什么 来 最后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有个同学 如果今天只照一半 好 也就是这个人脸 他只有一部分 好 如果人脸就有一部分的话呢 他还是可以分析出来 好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 比如说 一些发型设计师啊 他可能眼睛以下 或者鼻子以下 他把它盖起来了 我只要针对他头发的部分来做 好 甚至是这个眼睛的部分来做 其实可以的 好 只是说我那时候照的时候 没办法只是说 把他的那个头啊 鼻子以下拿掉 其实眼睛是可以的 眼睛是可以的 所以说各种不同的双眼啊 他都可以来判读 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个APP 非常棒的一个技术 OK 好 比如说刚刚乌饼的侦测 对不对 还有这个光学的这个资源的辨识 甚至表情的 我们刚才也看到 一个表情的这个服务 都可以 他有提供这个线上会的测试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做五官的判读 那我们讲五官判读之后 我们我们来测一下 五官的判读 什么叫五官的判读呢 我用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吗 好 可以看到吗 好 看我的手机好 好 我的手机在这边 我的人就直接照我自己 我看一下好 来 好 你有没有看到我眼睛 对不对 你看 我有眼睛 眼睛 眼睛 那我扎一下 扎一下 扎一下 他会扎 会不会 我连眼球的动他都会动哦 了解吗 很厉害 只是这个把它弄得比较夸张一点而已 好 这个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APP 他可以追踪人脸的一些表情 有没有 好 追踪人脸的表情 可以做 这非常棒的东西 好 非常棒 然后这个 我们上课会讲 我会教你怎么做 好 你可以扎下眼睛 扎右眼 开灯 关 扎左眼 关灯 哎 不过这样比较 这样就 就会像那个 那个有些人一直扎眼扎眼 开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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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这当然你会有这些 information 就是说你五官的一些特征好 甚至你讲话 你进到家里面 啊一下 灯就开 对不对 然后把嘴巴闭上来 灯就关 不过这也蛮怪的 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好 反正就是说你可以来这样做 好 那这边有流行的一个APP 好 我各位不晓得 我相信各位应该知道 有没有看过这种APP 有没有 有 对不对 他只是做的比较漂亮 他为什么知道你眼睛在哪里 为什么知道你鼻子 为什么知道你嘴巴在哪里 了解吗 因为他会跟着动啊 所以你可以跟着动 我们刚刚在APP 对不对 这个LAB 好 LAB他会跟着动 所以你移到哪里 他会跟着动 他会跟着动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透过相同的技术来做 那以前呢我们发现 啊这怎么那么神奇 那现在的APP 透过这个Counted Version 他已经公开了 我们只要会使用这些APP 那当然你要一些美工的技巧 会比较好 那当然还有一个 我给各位看一下 另外有一个APP 叫做完美彩妆 这个也不错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个APP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APP非常棒 假设 我记得我在结婚的时候 那个医生要帮 不是医生啊 医生帮我干嘛 对 结婚的时候化妆师 化妆师要帮我化妆 那他会突突摸摸摸 我根本不知道他涂抹手 有这个APP就很棒 然后比如说 我们来一个烈焰红唇 对 你有没有发现我嘴巴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他就跟他一样的技术 一样的技术 一样的技术 好 OK 你看 我把那 抿一下 他会移开 清楚吗 我发现我在抿嘴巴 一大人在抿嘴巴 这个是这个 跟我同步 非常好 那再来我可以迷人 第二 再次这个迷人 有没有 我这样 我这样迷人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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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会觉得 我就好像怪怪 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水果奶奶 来 再来还有这个 这个也不知道精致 我不知道精致是什么 坦白讲我不知道 这可能女生才知道 这有什么精致呢 精致 谁可以告诉我 精致是什么意思 我坦白讲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有精致呢 魅力 魅力 哦 这个就 哦 有没有 有没有 魅力 有没有 魅力 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个 人家在自嗨 这个叫什么 羞涩是不是 这什么 羞涩是不是 哎羞涩 我看有没有羞涩 有没有 羞涩是不是 那就是什么 心 碎 心醉 心醉 不知道什么意思 心醉 哦 这性感 高贵 高贵 高贵要这样 我看侧面可不可以 他可不侧面 啊 侧面也可以 侧面也可以 这非常好玩 然后这个 烟熏 烟熏 烟熏是被烟熏过嘛 对不对 比如说他可能从那个火场出来 这个烟熏 我不知道 烟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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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梦幻 这看起来很梦 我真的看起来很梦幻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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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很梦幻 你看 同学点头了 他不敢不点头 好 最后一个甜美 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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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我发现我今天牺牲摄像 好 来 这个是一个 我只是用相同的技术 然后呢 你看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效果 让你的APP变得更实用 大家会更喜欢 大家可以长时间 停留在你撰写的APP上面 OK 好 这个就是 这个 有关于五官的特征 还有一个快乐指数的叛读 这也是今天重点 就是说 我们刚才可以知道五官 对不对 刚才可以知道五官 其实五官可以做出非常多的APP 你很多发想 甚至 我还想说 我们之后 我们下一班 我们就会开始上这个APP 我们要做那个 如何观察女朋友的心情 有没有 假设你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他远远在那边站着 你已经迟到了 那你那个APP可以放大 左小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心情指数 了解吗 如果心情指数 赶快过去 如果心情指数很低 那还是要赶快过去 不然等一下会更惨 了解吗 就是心情指数 其实这个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例子 我们实际来做一下 我们直接找真人来测试 OK 我们来找真人测试 我们这边是有个 我这边有个APP 来 首先我会照我 各位有看到 我有左眼跟右眼 有没有 那不是配话吗 不是有左眼跟右眼吗 OK 我还有 你看中间 中间的ID 代表说我今天 增测的第一框 ID或者ID 01234 他可以 也增测 一次增测一群人 都可以 他有一个HAPPENESS HAPPENESS是什么意思 快乐 你看快 好快乐 有没有 好快 不然是快乐 很痛苦一件事情 了解吗 好 那个指数到1 1是最快 1是最快乐 然后0就是不快乐 好 他会把你去修正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别人 比如说我看你 比如我们看同学 我直接看 有没有 他可以知道 知道你对 你麻烦你快乐一点好不好 OK 好 好 那甚至呢你看 假设同学 可以把头露出来一下 让我照一下 他这边 他这边 有没有 因为他这边比较小 所以那个 我们都可以 可以照得到 不过他这个 他这个 那同学 就你了 刚才就你了 对 对对对 他也可以照得到 对对对 OK 好 好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 他可以知道那个表情 我们的这个表情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呢 以及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开火车 可以开车 我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 各位现在可不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画面 好 我把我的手机好也拿过 我们就实际的demo一下 好 中 上面那张礼卷 那张礼卷 等一下那个最后我们会送的 那个草柏屋 我放在这边 给各位批他们一下 对 好 这个火车 当我happy的时候 他就会跑 你看 好累哦 好累哦 了解我意思吗 OK 那当我就好累 他就跑了 了解我意思吗 甚至我记得 我记得好像扎 这个扎右眼 他会前进后退 笑的时候 我笑的时候把眼睛遮起来 眼睛 盖下去 他就往前进 哦 这超痛苦 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说 他是可以来这样子demo 来这样子用眼睛啊 或是扎眼啊 你就可以知道 他怎么样去 来去做控制 那我只是用比较夸张一点的方式 来介绍这个技术 让大家可以有很深的印象 很深的印象 那等一下我们是抽里卷 不抽火车 OK 好来 如果抽火车的话 你就可以来看 我可以跟你看那个东西 好 太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 好 好 那再来 好 这里可以快乐的 快乐 我们说可以快乐出行 可以快乐出行 好 好 那这边就是 之前我拍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 实际上 我在 这个在做的 如果刚才 画面没有很清楚的话 那你这边也可以透过他来 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表情 你可以 其实透过表情给电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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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接下来 我们先移到这个前面去一下 我这边还有一个 这里 我这边讲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技术 怎么做的 来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我的 好 可以看到我的画面 好 好 好 在这边 我们会使用到 几个 第一个 好 这个就是一个D1 mini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APP的课程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主板 好 这个就是一个主板 它直接可以上 像Internet 好 那再来就是 你会有这个 它的扩充板 好 那这是一个马达扩充板 你可以给电压 然后我们会直接透过这个 Firebase 那可以将手机 透过D1 mini 打给这个Firebase 然后再同步给这个D1 mini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一个主板 一个主机板 好 那我们在课堂上也会提供给大家 那现在蛮多的都是 都是用这个ESB8266 这是 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板子 好 那它可以接很多SENSOR 有很多物联家庭呢 都会使用到这个板子 好 我们记得有一个同学 来上这个 我们的这个APP课程 他这个板子 后来自己到外面去买 买了50个 他做那个什么 大楼的这个智慧控制 好等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 那这个FACE 这个SENSOR 有没有什么技术的延伸 那技术延伸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FACE ID 好 FACE ID 那FACE ID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两种 这个 这个 比较流行的这个API 来做 一个叫做OpenCV 一个叫做SimpleCV 其实SimpleCV 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OpenCV的话 它基本上 它比较 扩充性比较大 那当然在这个交讲的复杂度 也会比较深 那我们 在课堂上交讲 我们一般我们都会使用这个 OpenCV 然后再搭配这个SimpleCV 好 OK 那这个OpenCV 就是我们一般的脸部辨识的API的套件 好 你叫编译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做辨识 那为什么能够辨识 因为你要让它学习 你会照 到时候我们会说 你会照 用手机照各种不同的角度 比如说侧面啊 什么 照各种不同的角度 让它来 让它来学习 嗯 嗯 我不知道怎么涂 这怎么涂掉 OK 好 好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人物的这个特征的快收 这有用哦 对不对 假设我今天可能要 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人 对不对 可能是这个有问题的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人物快收来快收到 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 我之前有放一个影片 我看一下有没有在这边 好 没关系 OK 大家是有关于这个 这个人物快收 那你可以搜寻的到说 特定的人物 OK 那再来还有这个是无人车 这无人车也是透过这个 这个FACE的这个脸部的技术 那包含了 它一定要分得出来什么叫车 以及什么叫人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交通耗制 交通耗制 如果你分不了交通耗制 那你怎么 红玉灯怎么弄 没办法 所以说 在目前现在的这个技术 都非常的非常的棒 有关于这个无人车自动驾驶的 这个部分 OK 好 那再来还有说 这个性别年龄的辨识 好那这个一些大卖场 一些我如果记得没有错 在大陆 中国大陆 我发现中国大陆在这个人脸辨识的这个地方上面 我甚至可以说可能在应用上面 我当然不能讲技术 他们在应用上面的领先 甚至不比美国低 我不比美国低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无人商店 那现在脸不辨识啊 因为到处都有camera 然后顺便也可以知道你的性别 不过性别但是有点 有点这个可能也不一定 因为他应该是透过外观了 因为外观 请问这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怎么知道 不然如果是在泰国呢 对 其实还 其实坦白讲还真的蛮难区别的 所以说在性别这一段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透过外观 他还没有办法透过脑波 透过脑波 OK 不过脑波科技已经可以 好像我们之前 就这个 之前我在讲说 就透过这个脑波 其实脑波是可以用来 就可以发信息 透过脑波 年龄的话应该也是透过外表 以及停留时间我觉得是OK的 就是说他在停留时间 比如说停留时间太长了 甚至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停留时间来知道说 他是不是在干嘛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他可能会来侦查地形 侦查地形 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业者 都可以提供一些保护 其实这个是蛮 蛮重要的 OK 对 不会有人说很美 我也是觉得蛮美的 至少比我刚刚的那个好看太多了 下次我们可以找他来 OK 太好了 好那再来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在课堂上我们也会做 有关于这个停车空位的侦测 以及车牌的这个辨识 那相信大家现在在那个停车场上 在 在做那个停车场 就是在那个 一般我们在这个停车的时候 那也常常也有看到这些东西 比如说机场或哪边 那甚至现在 不用拿车票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进去 甚至他会告诉你说你的车在哪里 你的车在哪里都有的 车在哪里都有的 OK 所以说在这边呢也是非常 也是非常广泛应用 非常广泛的应用 但是之前有同学跟我讲说 每次这个 我们在 讲这个AI课程的时候 都会讲到一个问题说 老师 那现在 所有的东西都AI了 你看 停车场用AI了 是不是管理员没有了 也不说管理员没有 管理员说变少 大陆是不是很多无人的商店 对不对 是不是那些服务人员变少 对不对 一个人搞不好可以管十家店 对不对 那请问AI的出现 是不是让很多人没有工作 好 现在 请大家发言 如果你认为 AI的工作出来 会让很多人没有工作 你就回答yes 反之回答no 没有第二种选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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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yes跟no的 差不多 非常好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感谢大家的体会 好 AI的东西 因为每次我在讲说明会上 他 第一个他反映说 老师那家AI 很多人没工作了 好 未来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 未来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面找一些蛛丝马迹 好 比如说各位知道在以前假设我们在这个一百年前两百年前好 请告诉我一百年前两百年前的计程车是什么车 是不是人力黄包车 对不对 或是马车 对不对 对不对 是马车 是不是人力车 对不对 对 人力车是不是计程车 对 人力车是不是计程车 所以说现在坐人力车第一手高消费 清楚 现在有钱的人坐人力车 没有钱的人才会坐建车 因为坐人力车很贵 坐人力车很贵 好 人力车它 基本上它拉的距离有限 而且会有体力问题 而且会有 你能够载多少人 请问工业革命之后呢 工业革命是不是让很多人没有工作 那请问那些拉人力车的是不是可以开建车 对不对 对不对 请问开了计程车之后就是变成铁包漏 你是不是身家 你是身家信用可以获得保障吗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可以更舒服的去职业 对不对 去载你要载的客人 做你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你的收入是不是增加的 我告诉各位AI也是一样 AI在取代一些人在练习的事情 甚至在人的一些的判断上面 假设有一些感情因素 影响到我们应该有的 体制的判断的时候呢 AI可以协助我们做决策 了解吗 可以帮助 就好像我们的左右手一样 帮助我做更好的决策 各位你要知道 你的未来不是像现在看的这样 如果有AI的帮助 有多少人类有多少的发想 多少的职业 是你现在完全没有想到的 是你现在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只是告诉各位 AI世代会让你的生活更好 最重要是让你的心智会倍增 而且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陪伴家人 这是我对AI的理解 也就好像工业革命之后 那当你说老师工业革命之后 那很多人还是加班加到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OK 但是 AI了之后 很多的软体工程师 非常非常的需要 尤其是台湾 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再来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AOI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AI来去做进行 可以做AI进行 OK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十五种工厂 或是研究中心 这些关系的设备 也会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OpenCD 这个辨识技术来做 OK 好 那再来 好 那如何学习呢 来 那首先呢 当然在有关于这个Cloud version 在这个APP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纳进来了 18禁我没有啊 18禁没教 你自己回去练习 我们上课不能教18禁 因为我们上课会有那个 有个人回18岁一下 18禁你自己回去练习 或者到厕所去练习 我没有意见 OK 来 那就是有人问啊 就是我问说 老师18禁是什么意思 那我回答不是不回答 我就同意回答你自己回去练习 那再来还包含了标志 地标 OCR 脸部啊 网络图片啊 我们都会在这个APP课程当中 就透过我们刚才所做的东西 啊 来去 来去实施 来去实施 教你们怎么去判断 OK 那再有关于这个 顺便派的课程啊 就讲到 呃 脸部辨识啊 那这我们 在顺便派的课程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说 Face ID 就Face ID 就是直接辨识说 到底是不是你的脸啊 因为这个我们需要 继续来学习 这是你的脸长什么样子 好 也状况 那到底双胞胎 可不可以我等一下回答 好 等一下回答 同学在网路上有问了一些的问题 好 问了问题 好 我来回答一下 好 我来同一回答一下 好 比如说有同学问到说 好 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 苹果 好 新一代的人工辨识 还有新一代的人工辨识功能 好 如果用在居家开门应用 不知道怎么创造 坦白讲 因为我没有苹果的这个 iPhone 8的手机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在上课 我们是直接透过Android来做 基本上是OK的 居家开门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透过OpenCV都可以做到 好 那当然 有点有问说 那老师 那 我需不需要因为这个 人工智慧辨识去买一台iPhone 8 那是另外一回事 了解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好 这是第一题 好 那第二题 有一个 许小姐又有问到 那就是有关于这个 两个人相似的 那能否精确的辨识 那目前的科技 你可以完全辨识出 好 因为它可以辨识到 人没有办法辨识到的 这个 比如它基本上 人辨识就几个瞳孔 几个点位 好 我们有时候看到 人 这个人跟这个很像 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大脑 会去分析 比如说我们眼睛 视线距离 跟鼻梁距离 跟嘴巴的距离 这个感觉 眼睛大小等等 但是透过AI的话 其实它可以分辨得更细 那目前的话 可以达到99.8 这是我目前查到的资料 但是因为我们在课堂上面 我还没有遇到课堂上面 有双胞胎一起来的 没有 但是有遇到两个很像的 好 很像的 那我发现是 是没有问题的 OK 不过那很像的是 没有血缘关系 因为我有问过 OK 好 那再来 那再来 有人讲到说 这个 联波辨识 如何过滤品质不良的影像 来增加这个辨识的功能 那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 现在都会有所谓的 像素分析仪 就是说 它可以去让它更 透过这个 比较低解析度 然后可以模拟成高解析度的样式 其实现在的这个软体设计都非常的好 当然啦 你的素材好 当然也是可以 但另外一个 你要增加这个样本素 要增加样本素 不同角度的样本素 你给它 它会跑得更好 那现在因为 这个 脸部辨识 它已经有那种 模糊它可以变成比较精确 这个是 目前是影响不大 但最重要是样本素 这我们在课堂上也会有 就是说你 你增加样本素 确实可以 让 还有不同的灯光的效果的反应 不同的效果反应 其实还好 因为出来它会给你那个 黑白的像素图 就是说 眼部的特征 其实那灯光效果这个还好 还好 比如说 但是如果你受伤 比如说 后来我们之前有 有同学上课的时候 他就是 就是 他问我说 那老师我脸部辨识 但是我带 资助人帽子 戴下去呢 那我就跟那个同学讲说 他也要可以辨识 会辨识成 spideman 了解吗 好 他会辨识spideman 但是可能 不会辨识你 因为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说 那再来 那当然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 人脸辨识应用的这个范畴成功率 那一样 就是说 他的这个 情境有不同的样本数 样本数 当然越多 当然是 越容易 我们到时候 课堂上我会透过这个 我们做 我们做的课程是那个 开放系统 就是开门系统 对不起 直接透过人脸 透过作为派 透过这个人脸辨识程式 将你们做完程式之后 写完之后 做完学习 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 应用在你自己的家门 你的家门就可以 你可以让它打开 这是我们在课堂上会实作的 你就可以应用在家里面 OK 好 那 最后就是说 那当然AI时代来 你如何 写一支既能保护个人隐私 又能迎合时代发展 道德问题的程式 基本上我的想法就是信仰跟教育 其实没有了 就信仰跟教育 就像刀子一体两面 就像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我如何做一个最安全的程式 我如何做一个最安全的程式 就是这个安全性最好的 我是跟他讲三个字 叫办不到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我们做安全可以做相对性的 我们可以做相对性的东西 比如说 就好像一把锁 我常常在课堂上提 一把打不开的锁 才是一把最安全的锁 但是没有意义 你家门打不开 没有人可以打开你家门 那你家是不是最安全 就好像保险箱 你把保险箱 没有人可以打开 那你保险箱最安全 明白吗 但是没有意义啊 因为你自己也不行 相对的 你只要在你写程式 或你在布局的网络系统 能够多在安全性上面 多增加一分力 那你被害的几率 就会比较减少 但还有一点 我也给各位同学分享 如果你的网站被害 其实要恭喜你 代表你的网站有人气啊 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你写的东西还不错 了解吗 如果你的网站没有被害 当然你也不要担心啦 就是说就是可能运气好 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说不用担心被网站被害 OK 所以如果你有网站被害 你可能要跟那个公司讲 叫公司发奖金给你 了解吗 你写的好啊 我的感觉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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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当然还有问说 需要用在人工作为数学演算法吗 其实不用 我们现在他们都已经写好 比如说叫OpenCV 他的后面的Library 是在早期那个 有几个是俄罗斯的科学家 在撰写那些Library 那我们就来使用 好那之前有同学有讲到 CPU叫什么名字 CPU就叫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CPU 好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造海关人脸辨识 如果 当然我这会比较极端 有同学问这个 我先把它贴过 因为他等一下问题会一直 有同学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 海关人脸辨识 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不然不可能 就是有一个通气犯 头号通气犯 透过海关的人脸辨识 他辨不出他是通气犯 他就潜逃出国 后来发现 才会 这个城市才会被改善 了解吗 就是人的心态就是这样 当发生问题才会去改善 对不对 当发生问题才会去改善 对不对 通气犯被 通气犯直接pass过去 对不对 然后你没有 你知道他的通气犯 他pass过去了 或在警察灵解 没有 等等 这个才会 这是我所想到的 否则因为一般的 系统都是 系统公司很多都是被动 OK 好吧 好 还有再一个问题 OpenCV有无开放web service OpenCV有C 有这个Java 有这个Python 那你自己可以 透过Java 透过Python 提供web service 给你要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 我们OpenCV做好之后呢 我们可能用Python 可能用Java 再把再透过JavaWeb 再把它实作出来成 假设其他你要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要自己撰写 所以说 透过Java做Python 所以JavaScript也可以呼叫 但是 中间的这个Web Service 你可能要自己做 他目前好像 还没有 我相信有啦 但是我们拿的OpenCV 是他的这个原始Library 用最原始Library来做 没有加工过的 是原汁原味 因为这样子的话 弹性比较大 然后那个Web Service 可以自己做 OK 六点可以干嘛 太好了 这个我们就去 这个小编来回答 好 好 OK CPU型号 OK OK 好 你们讲这个是不是 讲这个是不是 这个 这个你们可以 来 你可以打 D1 对不起 你这边可以打一个D1 D1 Mini D1 Mini 我跟你讲 很多 Wimos的D1 Mini 这是他的官网 这是他的官网 这是他的 Wimos的D1 Mini 他当然还有 后来也有出别的 还要跟蓝牙结合 那你这边就可以参考 这可以参考一些Document 你们拿 有没有 OK 这样了解吗 他的时脉是80Mbps 是到160 对 Io是这样子 好吗 Fresh是4Mbps 因为他 他另外也有这种 有那个XSD 不过要透过他的扩充套件 那这个各位不用担心 我们在课堂上里面都有 那他会有这个D1 Mini 的这个 Share 你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到时候课堂上 就这一组 了解吗 每一个 他上面可以叠好 像好像叠娃娃一样 有没有 叠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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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自己组成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 这个各位不用担心 我们在课堂上都会提供 会提供给各位 好吗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8点30 我们时间刚刚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今天的这个 来 这个 线上 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有关于这个AI 这个FACE的技术 好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在此 先 下线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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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